- 活潑的、可愛的、聰明的 一方面也是搭著我們本來就有角色跟我們的內容做結合 希望我們角色可以跟觀眾溝通的一個形容詞 就是是可愛的 DQ 畢竟我們處理的東西大部分是跟知識轉譯有關 如何讓大家在觀賞的內容的時候 還是有這樣子知識型的吸收 其實是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活潑的我覺得的確跟團隊氛圍比較有關 總覺得有一股力量 讓大家好像沒有要停下來的感覺 對 所以用了一個活潑的這個 就有點吵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那我們一開始就歷史系列 本來其實並沒有想要讓有一個熊這樣的角色 就是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原因是因為一方面就是黑熊非常非常非常多 然後以及我啦 我希望就是在講歷史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好好的畫面去把歷史給申訴出來 但是我們另外三個夥伴三個男生 他們就真的是用一個少女心的狀態去跟我賽奈說就是 啊 為什麼不一樣也想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求情 台灣是一個有非常豐富故事跟歷史的地方 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家庭所經歷的都不一樣 就算我們同輩了解台灣故事 我們也不可能產生一模一樣的歷史的認同 可是沒有去瞭解的話 最後整個世代可能就會變成只看錢 只看力 然後只為那些最後如果都爭取到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而爭的這些東西